好啦 各位同學把課本收起來啦 那面向隨堂考要考什麼呢 當然我知道現在大家都要跟時事嘛 同學們才有準備對吧 所以我們要接地氣對不對 所以考同學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考金鐘獎得主啦 好啦 金鐘獎得主我們考三個 跟大家這個生活比較有關聯 因為大家比較喜歡的 第一個是我們的事後啦 就是這個戲劇女主角啦 是這個仲欣凌 大家一定是從小看到大 得獎不意外啊 那他這個面向上為什麼能夠得獎 為什麼在這個有點算是 我們講中晚年的時候越來越好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中庭跟夏庭很飽滿啊 一般來說中庭跟夏庭飽滿的人 就是過了中年以後 哇 這個運勢扶搖直上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鍾欣凌得獎之後 一定是晚運更是旺的下下叫 越來越好 但是他面向上面呢 他有講到他38歲以前啊 感情上都遇不到好男人啊 那究竟是他面向哪一個地方不夠高 所以導致呢 他遇到的男人都不OK 好 這就是考題的第一題啦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講到的金鐘獎得主是誰呢 是我們從小就很喜歡 現在長大看了也很喜歡的士林啦 好 士林在這個迷你劇集得了男主角嘛 從不管是以前唱歌很爆紅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顴骨有點斜上有沒有看到 顴骨斜上 所以呢 他在那時候年級的時候大嘴巴 就已經非常紅了 可是中間沉積了一陣子 現在演戲又得到了肯定 哇 非常的厲害 那為什麼他演這個角色演得很好 我老實講他眼睛其實是很秀啊 代表說他在這個很多事情 很多苦工上他可以從歌手忍耐 很有毅力轉型成為一個演員的過程 勢必要做很多很多的耐性 那雖然他眼睛很秀長啊 所以能達到今天這個四弟的成就啦 不過呢 他有一個地方就是不夠大 不然的話很早的時候 可能就會在大嘴巴時期 很可能就拿到四弟這個角色啊 那究竟是五官哪個地方不夠大呢 這是第二個我們講的考題啦 好 接著第三題呢 是我們的壓軸啦 壓軸的金鐘獎得主 大家都是意想不到啦 就是我們的唐奇洋 唐國師啦 好 唐國師真是太厲害了啦 他已經是我們生活中每個禮拜一定要關注的 習習運勢的生活指南了 沒想到竟然跨足了電視圈 拿了一個金鐘獎主持人 哇 真是太厲害了 可是呢 我們講唐國師的面向上面呢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其實他鼻子真的特別的高 而且我們知道唐國師的眼睛其實又大又鳳 這種人膽大心細啊 屬於這個桃花能量很強的一個人 因此得到這個主持人可以說是實至名歸啦 但是呢 他可惜就有一個地方不夠寬 如果這個地方更寬一點 哇 那唐國師就不只是得金鐘獎啦 今天我們很可能是在艾美獎 或是葛萊美獎看到他啦 那就是哪裡不夠寬呢 欸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壓軸的考題啦 以上呢 就是我們面向隨堂好的這次的考題啦 好 那各位同學記得在留言處留言下答案 然後我們下週六就會公布答案給大家啦 欸 這是Open Book考試啊 大家盡量去看以前的影片 或找書 趕快來作答啦 這裡是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的系主任簡少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實唐老師已經是上過好萊塢的影片啦 你看那個MIB心境在前面 他就已經上過了 所以他其實是好萊塢等級的國師啦 不過呢 要得奧斯卡獎 或是葛萊美獎或艾美獎 還是差了一點 到底為什麼呢 欸 大家記得做答案 那老師如果你要進軍好萊塢的話 你覺得你要演什麼講話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這個亞洲版的奇影模式 好笑嗎 你要幫你參賽一下嗎 對啊